第491集 谈判 一个人来 当有居民发现这粥没有米之后 立马就开始在粥棚闹了起来 他们对着诗粥的人大吼 你们自己看看 这粥都系成什么样子了 说着 这些人竟然把粥棚给掀了 只是掀完之后 负责诗粥的那些汉子冲了出来 拎着棍子就开始揍人 那几个掀翻粥棚的人被打得面目全非 那些动手的汉子下手极其凶狠 根本就是要借这几个乱民来立威的 很快就有记者拿着拍到的照片去找周氏理论 周氏的回答是 这个公司并不是周氏财团的产业 但周氏一定会严查此事 一个小时周氏宣布 打人者已经被开除了 算是给居民们一个交代 任小素听说这事的时候都笑了 之前他还想着为何周氏不自己是周 原来是为了打人之后 方便对媒体有交代 把那些惹事的人打怕了之后 随便开除两个人就好了 这所谓的公司 纯粹是用来背锅的 这一手玩得并不算漂亮 甚至还有点脏 但周鹏那边确实没人敢闹事了 甚至整个壁垒里之前闹过事的居民都安放下来 他们知道这次周鹏打人只是一个信号 周氏不耐烦了 不要自己来找不痛快 三天过去了 壁垒居民每天的念想都只剩下去周鹏领周 一周过去 援军迟迟没有新的消息 似乎周氏部队也陷入了为难 不知道该怎么针对实验体 整个壁垒都显得越发腿半下来 街上很少看到行人了 有行人也是在路边求吃的 街上的树都没了树皮 全都被人接走吃了 周氏也不是故意不放粮食 而是他们手里的存粮也不多 连周氏士兵的口粮都削减了 周行文为了表示与部队共患难 吃住都搬到军营里面了 显示自己也没有开小灶 大家只能共度难关 李然等人还有些庆幸 还好之前 任小素带着方志 去贿赂私人部队军官 买了一些军粮回来 不然他们现在也得挨饿了 不过任小素专门交代他们 做饭的时候 就不要去酒店厨房了 那里有出风口 把门也都给我关盐似了 不许把气味散出去 所有粮食都控制在方志那边 任小素一点也没多吃多蘸 李然小心翼翼地问任小素 我听方志说 这次买回来的粮食 最多还能吃两天 接下来怎么办啊 要知道 他们巡演团队的工作人员太多了 就算买了粮食也不够吃的 任小素看着李然期盼的眼神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如果真的没有援军来了 你和周盈许能救我出去吗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回答道 不知道 按照大家想来 周氏肯定能够在一周时间 解决掉实验体的祸患 既然实验体一开始攻城没能攻下来 那么等周氏反应过来之后 就不用把实验体放在眼里了 可现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从实验体第一次开始攻城那天算起 这都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了 其实四号壁垒 连援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李然他们刚开始吃饭的时候 并没有在意控制饭量 所有人都是照常吃的 以至于之前买的粮食 很快就见底了 周盈许还说过两句 结果大家都觉得很快就能脱困 到时候也没法带着粮食离开呀 还不如吃完 于是周盈许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大不了他跟着老爷吃土豆嘛 这群人的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 到了现在 李然他们眼瞅着得救无望 又开始操心起吃饭的问题了 但大家想起周盈许劝说他们 他们不听的事情 也不好意思再开口 让周盈许帮忙想想办法 而人享素那边不冷不热的 心思根本就没放在他们身上 连理他们都懒得理 当然 这也是还没到饿的时候 真饿到份上 这些人估计连树皮都愿意吃 别说求人了 只是那个时候 街道上还有没有树皮就不好说了 反正人享素是一点都不慌 每天出去看看守城的情况 有没有实验体攻打过来 其余的一概不管 他收纳空间里的食物 起码够他和周盈许在坚持撒跃的 而且食物种类还挺丰富 光之前一锅端掉的野猪一家 都还剩三头呢 两天之后 李然等人老觉得自己 能在酒店里闻到若有若无的肉味 于是寻着味道找过去时 却什么也没找到 大家心想可能是饿出幻觉了吧 直到他们看见了周盈雪嘴唇上的油光 周盈雪当时一点都没有偷吃的觉悟 横竖这猪肉都是老爷给的 自己又没偷没抢 也没那个义务分给其他人是不是 就在当天 发生了一件极其古怪的事情 壁垒之上正有士兵趴在防御掩体后面 结果他们看到一头实验体 飞快地爬行过来 嘴里还叼着什么 大家有些疑惑 怎么就来了一头实验体 是来投降的吗 难道实验体内部也产生内讧了 那头实验体来到壁垒下面 丢掉嘴里的东西便转身离开 重新钻入了黑漆漆的树林里 城头上的守军面面相去 赶紧用吊篮放一个人下去 将实验体丢掉的东西捡了上来 是一块白布 周星文听说这件事后跑上了城墙 他接过士兵手里的白布 上面用鲜血写着几个字 谈判 一个人来 顿事件 周星文头皮都麻了 这实验体竟然还会写他们的文字 而且还用上了谈判这样的词汇 人类跟实验体谈判 怎么谈啊 老李和秦升赶了过来 火种公司原本就在城头上的人 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老李忽然说道 我去 秦升转头看向老李 老师 你不能去 那树林里的实验体 恐怕还有小一万呢 行了 老李抖着那块白布笑道 总得有人去看看这实验体打什么主意吧 我无儿无女 没有伴侣 没有牵挂 唯一的徒弟也出师了 这种事情正该我去 旁边周氏部队的军官全都没有说话 他们肯定是不想去的 老李愿意站出来 他们打心底里佩服 而且眼看着这位骑士谈笑风生的样子 好像并没有那么害怕 老李笑容渐收 而且这实验体明显有一个智慧生命在背后控制着 对方若是跟我谈判 离得近了 让我完成斩首 那这实验体之威 大概也能解除了 至于斩首之后 老李肯定会被实验体围攻致死 他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跟那么多实验体打 但是这些后话他一概没说 既然去了 就得先有必死的决心 琴声想劝阻什么 可是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老李拦住了 他笑道 这件事很刺激 不是吧 下午的时候 老李直接用一根绳索下去 一个人慢慢地走向森林 只是刚进入森林 他就发现身边影绰绰 不断有实验体来回移动 将他团团围在当中 实验体并没有攻击老李 反倒是给他让出来一条路 一直走向森林的深处 老李脚下踩着松软的树叶 秋天已过 成片的树叶掉落在泥土里 化作尘埃 他老李的结果 和这落叶也不会差太多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想到这里 老李大不留心地往前走去 视身旁的实验体如无物 大概走了两公里 老李看见前方一个实验体 正坐在篝火边上 灰色的手掌里握着一根树枝 树枝上则插着一只麻雀 老李站定 他默默地打量着周围 想要看看是否有机会杀死对方 不过在动手之前 还得听听对方想谈什么 不过怎么谈呢 双方写字吗 正当老李胡思乱想的 那实验体忽然沙哑地笑了起来 我见过你 那天绑完你在山上 你身边当时还有个少年 怎么没见他来 老李惊诧了 对方还会说话 实验体是人类变异的 能说人话 本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可老李觉得十分不正常 那实验体声音极其沙哑 就像是两片纱布 在互相摩擦一样 不用太惊讶 我也是人类 我们是为了治病 才变成这副模样的 只不过有人幸运如我 还能渐渐恢复神志 有人却不幸地变成怪物 老李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对方话语里的信心量 实在太大了 第492集 实验体要寻找的人 那实验体看了他一眼 并晃了晃手里的麻雀笑道 这是请你吃的 以前我也喜欢吃烤熟的肉 而现在则更喜欢血肉 甚至偶尔还会喜欢吃点 腐蚀来换换口味 你就站在那里吧 再靠近一步 就会死在这里 不用想算计我 你们还不行 说着 实验体便将麻雀扔给了老李 老李接过麻雀也没嫌弃 抬手便举到嘴边 撕下一块肉来 他一边嚼一边问道 当人不好吗 肉要烤熟了才好吃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目的 你们帮我找一个人 如果找到 我就退回山林里去 或者 我可以去更南边 永不回来 我们来自火种公司 039号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在灾变之前 一直致力于研究抗癌的方法 只不过他们的药剂有些危险 只有将死之人才敢尝试 老李恨不得把对方说的每个字都记在脑子里 因为这些信息太过重要了 少一点信息都可能导致后面出现什么误差 而且实验体不知道的是 他们骑士也在寻找着火种公司曾经的隐藏实验室 那里面也有他们要找的人 只是因为灾变之后信息缺失太多 创始人又在灾变之中身亡 连火种公司和清河集团都不知道那位清河继承人到底在哪 只是创始人曾留下一句话 他的儿子一定还活着 这件事情几乎成了骑士们的执念 只要一天不找到那个小孩 他们连死都不会甘心 老李的师父临终之前就只交代了一件事情 一定要找到骑士的继承人 现在实验体说的这些话 让老李的心跳骤然加快 他忽然在想 自己和实验体要找的会不会是一个人 就算不是的话 那 那位骑士继承人会不会也变成了实验体 一或是眼前这个实验体就是 老李试探头 你既然恢复了神志 那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 某个财团的继承人吧 清河吗 他简直要疯了 骑士的后人竟然变成了实验体 这事他怎么跟其他骑士交代啊 结果那实验体摇头沙哑道 我是李试的 栽变之前的财团了 你恐怕都没有听说过 这时候 老李突然有种惊喜到 想要热泪盈眶的感觉 不是眼前这个实验体就好啊 等等 那会不会是实验体中的其中一个啊 这样一想 他的心情又纠结起来 简直扭曲 实验体看着老李阴逸地说道 实验室里只有数百人 来自世界各地 花着高航的费用 请火种公司给我们这些将死之人治病 但火种公司没有说的是 他们这实验是有风险的 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治好我们的病 若真是死了也就算了 他们竟然把我变成这种不人不鬼的样子 据说现在火种公司还活得很好 真是让人失望啊 所以你想让我们把火种公司的人给你抓来 好让你报仇 不是 我要你找的人跟我一样是实验品 只不过 他的病治好了 就算治好病了 那这两百年过去了 他还能活着吗 就算他很长寿 那也该老死了呀 我死了吗 算算时间 我也两百多岁了吧 你的意思是 你们已经获得了永生 老李又震惊了 他只感觉今天一天时间里 接受的信息足够他震惊一年了 这你得去问火种公司啊 他们让我们彻底成为了癌细胞的载体 如果癌细胞可以永生 那我们就可以永生 那你要找到那个人 老李咽了一口唾沫 饶使他见多识广 也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他应该也是从实验室逃出来不久 前些年在一次地震里 实验室出现了一条裂缝 所有被关注的患者都开始复苏了 只是灾变前 火种公司甚至还给我们带上了锁链 放置我们逃跑 以至于我们又被困在那里很久 而那个逃走的不同 作为唯一一个被真正治愈的人 并没有被锁住 裂缝出现之后 他也苏醒了 我似候着 希望他可以带我们一起重见天日 但只能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 他和我们不同 按照火种公司的说法 他表面看起来 与正常人应该是没有差别的 只有化验的时候才会发现 他的每一个细胞核都是异性核 只是 那异性核极为规律整齐 火种公司甚至将这种细胞核成为 艺术品 老李感觉头皮发麻 那还算是人类吗 当然算 而且火种公司管他叫做更强大的新人类 所以你让我们帮你找他是想干什么 当然是找到治愈我们的方法 那实验体咆哮起来 他变成这副模样后极其易怒 找到他 把他交给我 只要让我找到治愈的方法 便永远不再踏足中原 这个交易非常划算 若你们找不到 那我就将中原变成我的国度 说这话的时候 老李感觉这个实验体 已经将自己当做了君王 可你总得给我点线索吧 光知道他细胞是异形核 我总不能拉着全天下人去化验吧 把每个人都切片一点 然后放到血微镜下面观察 这个不是 那个也不是 我没空跟你说前话 去找他吧 我这里没有线索 但他回到人类世界之后 一定不再平庸 也许 你们问问庆世 会有什么线索 如果找不到他 七天之后 我就屠城 那座壁垒里 一个人也别想活下来 从始至终 实验体都没有给老李 接近他并斩首的机会 而老李则早就没有了 斩首的心思 他今日获得的信息量 实在太大了 得赶紧回到壁垒去 跟其他人商量一下怎么办 而且还得询问 火种公司总部 看看他们 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之前他们像是 眉头苍蝇一样 跟着火种公司 找到了好多个实验室 但里面 却没有歧视后人的踪迹 火种公司 因为灾变的关系 丢失的大量珍贵资料 连研究人员 都实不存一 一千个研究人员 能有四五个在灾变中活下来 就是万幸了 而歧视组织这边 也因为灾变的关系 连歧视后人的照片都丢了 这些年 只能靠口口相传 来描述对方的长相 还算清秀 这他妈能找到个鬼啊 第493集 找不到的人 他们倒是知道 歧视后人的名字 叫做任小北 若是能找到 039号实验室 说不定 还能找到实验室 当时的名单 74号壁垒守军 全都安静地 站在城墙之上 等待着老李的音讯 所有人都想知道 实验体要谈什么 凶猛的野兽提出谈判 总会让人觉得 有些匪夷所思 当老李出现在 大家视野里的那一刻 城墙上的所有守军 都松了口气 起码老李安全回来了 城头甚至有人欢呼起来 像是迎接一个孤单英雄似的 毫不吝啬他们的赞美与热情 墙上像是打了胜仗似的 完全忘记了他们至今 仍然被实验体围困着 只是英雄老李本人并没有那么喜悦 反而被他刚刚知道的那些事情 纠结着 困惑着 心情有些沉重 城乡上的人准备放下调篮迎接老李 结果老李自己徒手从下面爬了上来 远处看壁垒是很光滑的 但近处看 上面终究是有一些细密的裂缝 大家看老李这熟练的爬墙头动作 明显也不是第一次翻阅壁垒了 周星文走到老李面前 实验体想要什么 你们是怎么交流的 他能够说人话 老李看了一眼旁边的火种公司成员 然后对其他人如实说道 这些实验体都来自火种公司的 零三九实验室 那里原本是治疗癌症病患的 结果出现了意外 把他们都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们现在谈判 就是想要我们帮助寻找一个 从那实验室里逃出来的人 说是对方身上的秘密 能够帮助治愈他们 将他们重新变回正常人类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惊呆了 短短一句话里 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 老李看着众人瞠目结舌的表情 回想着 自己刚刚恐怕也是这副模样吧 大家都有意无意地看向火种公司成员 心说原来这玩意儿是他们搞出来的 这下子火种公司制造怪物的事情 可就实锤了呀 只是现在人家帮着守城 周氏部队的军官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回去私下讨论 而火种公司的成员 则全程面无表情 事实上 实验体是火种公司所造 早就不是秘密了 起码庆室是一清二楚的 只不过庆室并没有刻意地制造舆论 来恶心火种公司罢了 此时 老李叹息一声 如果没找到这个人 实验体七天之后 会来催城 周行文忽然说道 这个人 我们肯定是不能交给实验体的 首先 不能全信他们所说的话 其中真实程度还需要验证 其次 这个人是否能治愈实验体 不太清楚 这实验体如此狡诈狠毒 就算治愈了 你们就能和他友好相处了吗 旁边也有人附和 都觉得这个人不能交给实验体 只有秦升在旁边疑惑的 说得好像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人似的 我怎么觉得我们很有可能找不到他呀 确实没有什么线索 连要么都没有 年龄也没办法确定 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 他是从039号实验室里出来的 秦升说到了关键所在 你得先找到这个人 再商量要不要把对方交出去啊 大家分头行动 火种公司联系总部返回这里的信息 然而火种公司明确表示 039实验室已经被完全回去了 静山里递人之后 那座火山的岩浆彻底覆盖了那片区域 而且那里还有不明生物存在 极其强大 就算那生物窝在火山里一动不动 实验室的资料已早就被熔岩烧光了 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线索 之前73号壁垒里的那个实验室里 可能会有相关的资料 毕竟根据之前找到的一些信息来看 那个实验室与039号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一致 双方应该有联络 说不定会留下什么东西 可那些资料都被王从阳抢走了呀 说到这里 火种公司突然下拿指令 提高王从阳的通缉等级 周氏部队这边直接联系了庆氏 甚至是由周氏的领袖周氏记 与庆诊直接通话 希望庆氏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可庆氏表示 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只是曾猜测这些实验体 是由癌症病患转变的 现在证实了而已 至于实验体要找的人 那他们就不清楚了 很可能随着113壁垒和112壁垒 一起毁灭了吧 当初那场地震 直接摧毁了两座壁垒 就算有什么线索 恐怕也都被一起埋葬了吧 周星文一阵无奈 他们还商量什么交不交人 这连人都找不到 怎么交啊 这时候他们猜想 这个成功治愈了癌症的病人 恐怕现在就隐藏在正常人类当中 除非化验对方的细胞 不然根本找不到对方 就连实验体也说过 对方恐怕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这事最终还是登上了希望传媒的报纸 周氏部队将此事公之于众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也是想通过报纸来呼吁 那位隐藏在人类之中的实验体 可以自己站出来 不用去面对实验体 只需要将自己知道的信息 说出来就好 人小素拿到报纸的时候 惊异不定 039号实验室 这可跟他用火车运走的资料吻合了呀 那资料里也有一份文件说 039号实验室 出现完美治愈癌症的患者 只是因为治疗条件比较特殊 很难复制 所以 那些实验体 就是复制治疗方法失败的小白鼠了吧 看看报纸上所说的时间 人小素忽然愣了一下 就在某一刻 他脑中闪过那个雪地里昏迷的小男孩 他将对方从雪地里背了出来 从此自己就多了个弟弟 从时间和位置上来看 颜六元似乎很符合特征啊 虽然这时间和位置都极其模糊 实验体自称被关在昏暗的实验室里 很难计算时间 但简单推算的话 颜六元还真的有可能 可颜六元也没有强大的体魄呀 反而因为许愿的关系 体弱多病 应该不是吧 人小素自言自语道 但不管颜六元是不是这个001号实验体 人小素都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他见过太多恶事 很清楚一个这样特殊的人类身处社会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哪怕你再善良 其他人也会在心底将你当成异类 英雄尚且如此 何况他人 74号壁垒的人从来没觉得七天如此漫长 平日里一周时间转瞬即逝 而现在七天就像是七年一样 老李这些天忧心忡忡 他与其他骑士联络 请问大家是否还知道什么 是否有什么信息是被大家忽略的 其实老李和秦升 他们甚至已经不那么关心74号壁垒与实验体之间的战争了 对于他们来说 守护74号壁垒是出于他们的正义感 就像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样 他们本身并没有跟74号壁垒生死共存的想法 不是说他们没有与全人类同仇敌忾的决心 只是如果尽力而为还没有办法守住这座城 他们也不会站死在这里 人人都说骑士心善是好人 那只是骑士做了很多雪中松炭的事情 被人记住了而已 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得做 所以他们在山巅刻的字 是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 而不是保护世界和平 在骑士看来 世界和平固然重要 但还没有他们的信仰重要 他们是骑士门徒 余生当然要先找到骑士后人再说 老李与秦生不断地联系其他骑士 想确认他们要找的人 和实验体要找的人到底一样不一样 结果问了半天 大家都表示因为信息丢失太严重的原因 只知道对方叫做任小北 面目还算清秀 在火种公司的实验室里一定还活着 这些信息看似很多 实则非常模糊 老李和秦生盘坐在壁垒的某个天台上 四下无人 老李忽然说道 骑士后人为什么会在火种公司实验室里呢 以前我想不明白 心说那位骑士也推不靠谱了 把自己儿子送去给火种做研究当小白说 但现在结合实验体的话来看 我想通了 那位骑士的后人一定也得了绝症 所以他迫不得已将儿子送去火种公司 作为最后的希望 第494系 有炸弹 秦生认真的点点头 老师言之有理 老李继续推测道 那位骑士说 他儿子一定还活着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儿子的病已经痊愈了 所以 实验体要找的人 跟我们要找的人 其实是同一个 老师言之有理 老李揪着自己的头发 可就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 上哪儿去找啊 庆室的113号壁垒和112号壁垒 全都被掩埋了 光知道长相清秀有个屁用 要不咱们登报 寻找任小北 他看到的话 说不定会来找咱们的 你再说言之有理 我就催你了 可如果登报之后 被其他别有用心的势力发现 那他是不是危险了呀 而且 现在火种公司那位都走火入魔了 保不齐会对任小北有什么想法呢 也是 老李望着天空长叹无语 哎呀 我太难了 当下 因为实验体的事情 火种公司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 火种公司参与守城的事情 转而开始攻击他们 制造怪物 就连守城的事情 也被推测为别有用心 74号壁垒内 渐渐开始排斥火种公司 不再将重要的守城事项告知他们 还没到最后决战的时候 人类竟然自己先内讧了 可悲又可笑 74号壁垒里的居民们 已经再次断粮 粥棚里的粥 一大锅可能才有几十厘米 大家喝完粥 最多算是个水饱 没一个小时就又饿了 还好壁垒里的水没断 不然会死很多人 路边的绿化带与树 都已经被吃秃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有些壁垒居民 甚至希望实验体早点打过来 早点解脱算了 不管是赢是输 好歹算是有个结果 李然他们也已经断粮了 但他们比其他壁垒居民更惨 其他居民也就是饿着罢了 他们饿 但还天天闻到肉味 这种感觉太残酷了 闻着那么香的味儿 却吃不到 这两天 天天晚上 李然都去骚扰人小素 结果搞得人小素 都不回酒店了 然后李然又去骚扰周迎雪 这次还真拿到食物了 毕竟周迎雪 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 方志守在门口问他吃的什么 结果李然擦了擦油光赠亮的嘴 就给了一点土豆吃 说着 李然给方志塞了五六颗土豆 给大家分了吧 先垫一下肚子 人小素走在街上 路边有人坐在地上 面前放着一些牌子 上面写着可以免费干活 只需要给点吃的就行 这是比较文明的做法 还有人直接出去偷 抢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壁垒人跟流民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被逼到这个份上了 都不择手段 人小素平时都守在一些 固定的高楼天台上 也不是为了别的 只是为了防止再有实验体 忽然从某个地洞里钻出来 也算是为守卫壁垒 出一份力吧 这一刻 如果壁垒被迫 城里谁都无法幸免 只不过人小素 在想一个问题 其实那个001号实验体 一定非常不好找吧 实验体应该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对方在西南破灭了那么多壁垒 应该早就明白 就算能找到 那个001号实验体 也不可能七天就赶到74号壁垒啊 但对方为何会这样要求呢 还给出了七天的期限 人小素已经习惯用最坏的可能性 来推测这些实验体了 毕竟对方的质谋 早就与正常人无异 甚至还远超普通人类 这个谈判 会不会也是对方的一个计策 此时 几个流民工人 正在壁垒墙边的防御攻势后面偷懒 他们倒是过得比壁垒人还强一些 起码被关在军营里 还有西州河 毕竟周是部队 还希望他们干活 几个流民工人正聊天吹牛呢 忽然一个人坐的地方塌陷了下去 那掉入坑洞的流民顿时大惊 他当时便心想着完了 这坑洞里肯定有实验体 这是实验体来袭了呀 结果掉进去后 黑洞方向确实通往壁垒外面 可里面一头实验体都没见到啊 他慌忙从坑洞里钻出来 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周氏部队 有周氏士兵打着军用强光手电下了坑洞 只是刚往前走了十多米 就看到前方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油布盖上 他掀开油布一看 油布下面是军用的军火运输箱 上面写着TNT 这周氏士兵面色逐渐惶恐起来 他冲着身后的人大吼 有炸弹 这炸弹刚好在壁垒城墙的地基下面 在明知道实验体会使用简单热武器的情况下 在地道里发现炸弹就太令人恐惧了 这段时间里 壁垒墙壁附近都有专门的仪器来检查分贝 生怕实验体挖地道的声音没有被他们察觉 可眼下这条地道 恐怕是实验体早就挖好了的 不然怎么逃过周氏部队的监测 那发现炸弹的士兵已经慌了 他疯狂地向后跑去 可是还没等他钻出洞口 身后的炸弹便已经忽然爆炸 壁垒墙壁周围的泥土像是被人一瞬间给离了一遍 巨大的土块崩裂开来 地面像是水面一样掀起了泥土的浪化 围在坑洞旁边的人 只是一瞬间就被掀到了天上 内脏开始出现破裂 转眼间便因为内部大出血而死亡 可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像这样的爆炸处足有三个地方 巨大的轰鸣声惊动了整个壁垒 军民们全都停下手头的事情 呆呆地看着西边壁垒城乡 开始土崩瓦解 因为失去地基的关系 爆破力量迸发之后 墙壁的裂缝从下而上不断蔓延 最终崩解出三道巨大的缺口来 那三个爆破点正好瓦解了一面墙壁 连同这上面的守军一起坠落地面 这一刻什么重击枪和火炮都没用了 大门已经敞开 等在外面的实验体早已蠢蠢欲动 老李和琴声听到爆破声势 就已经加速朝着壁垒墙壁赶去 可是还没等他们赶到 就已经看到壁垒墙壁陷落的一幕 这是他们从未亲眼见过的景象 仿佛人类文明也在眼前崩塌了似的 那人类赖以保护自己百年的建筑 就在眼前土崩瓦解 巨大的圆形壁垒就像是一块蛋糕 如今被实验体拿着锋利的刀给切去了一角 这一幕也清楚地告诉人类 你们的壁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固 仿佛野兽还行 紧随其后的 则是密密麻麻的实验体翻越了墙壁的废墟 老李正正地看着灰色的实验体 犹如蜘蛛狂潮 所以 实验体说什么谈判和七天之七 都是假的 对方只是为了让壁垒里的人类掉以轻心 并且分神去寻找所谓的实验体001号 而他们早就计划好了 要在谈判的第二天 就发起摧毁壁垒的攻击 实验体要的是活人 以及壮大他们的族群 老李回忆着那个实验体的君王姿态 其实那个怪物早就准备好 要把整个中原都变成自己的领土了吧 对方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变成普通人 老李正正地说道 走 咱们就这么走了 老李看了秦升一眼 认真说道 你我没有义务与七十四号壁垒共存王 保存实力救一些人出去 能救一个是一个 这七十四号壁垒已经保不住了 不是老李不降手 而是壁垒城墙上的守军已经被摧毁大半 战争本就残酷 周氏部队这边已经没有力量在阻拦实验体了 老李回头看向秦升 现在壁垒只有东门还没被封住 你带着难民往那边去 我带着 秦升愣了一下 那老师你呢 我去阻拦实验体一会儿 但愿我能多坚持一下 这些实验体跑不过我的 放心 老李没说的是 如果没人去阻拦实验体 恐怕谁也逃不出去吧 那么多的难民 终究会被实验体吞噬 难民可跑不过实验体 然而就在此时 后方一支部队从街道上赶来 周行文坐在车上 平静地看向老李和秦升 你们带着军民往东边逃吧 我已经通知守军 打开了东面城门 周氏的壁垒 我们周氏自己来守 你们没必要跟我们一起死 第四百九十五级 炸出一条生路 说话姐 周行文身上显露出一种 视死如归的豪气 爆破之前 他在指挥部部署兵力 听到爆破声之后 便立马赶了过来 他深知 这壁垒已经没有希望了 身边尽是尖叫与绝望的居民 他作为这个壁垒的最高长官 应该做的不是先一步逃离 而是做好最后的事情 能杀多少实验体 就杀多少实验体 周行文也明白 就算他苟且偷生地逃了出去 以后也别想摆脱巨大的自责与悔恨 正说话间 密密麻麻的实验体中间 忽然腾起了一朵 红灰相间的蘑菇云 蘑菇云之下 一圈透明的气浪正在向外围扩散 身处爆破范围的实验体 正被不由自主地掀起 融化 蘑菇云范围方圆百米 蘑菇云当中的实验体 立刻被气化了 爆炸的威力堪称恐怖 那些实验体正从壁垒缺口 往里面爬去 根本没想到 会有这突如其来的炸弹 在它们之中炸裂 随着一朵蘑菇云升空 那蘑菇云附近 又发生了好几次爆炸 只不过生事远不如蘑菇云了 这时候 人小素丢完爆裂扑克就跑 感觉十分刺激 那刚刚涌入壁垒的实验体 怕是已经被它炸得七荤八素了吧 这一次炸弹批量投放出去 估摸着就让实验体 减缘了四分之一的样子 刚刚那朵蘑菇云 则是人小素临时紧急 抽出来的四个七 这四个七的威力 说实话 连人小素自己都被吓到了 后面还没有进入壁垒的实验体 也惊住了 它们在壁垒外犹豫不前 直到得到新的命令 才再次汹涌地朝壁垒扑了 老李呆呆地看着那朵蘑菇云 这是你们周氏投放的炸弹吗 不是 周星文摇头道 说着 他便下令周氏部队继续前进 虽然有人帮他们解决了一部分实验体 但前方还有更多 琴声咽了一下口水 老师 这不会是哪个超凡者的手段吧 会不会是那个戴白色面具的超凡者 不好说 我们走 这会儿 任小素正疯狂地跑向酒店 等他冲进酒店大门 便冲着周盈雪吼道 走走走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周盈雪早就听见了爆炸声 他看到任小素 便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任小素回头看向李然等人 实验梯已经打进来了 不想死的就跟上 跟不上的 我也不会回头去救 密集的实验体 正从西边壁垒的缺口处涌入 壁垒居民眼中 只剩下慌乱与绝望 而且雪上加霜的事情是 壁垒居民已经饿了很久 他们甚至跑都跑不动 有些人刚跑起来两步 就无力地摔倒在地 有人看着越来越近的实验体 恐惧中咒骂着实验体的母亲 咒骂着周氏部队无能 然后被实验体轻而易举地撕碎 或者打晕生擒 一处民居里 一个中年人冲着父母大喊 妈妈 赶紧走啊 别等了 壁垒完了 可老两口却相视一眼对孩子说道 我们走不动了 不要因为我们拖累了你 你带着老婆孩子 自己走吧 那中年人 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 他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几个头 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两位老人说道 活了大半辈子了 没什么遗憾了 快走吧 说着 他们就开始撵孩子出门 这世上 你再难找到这样的人了 他们对你好事如此的纯粹 也再难找到这样的人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人生 来成全你的人生 只是 当中年人带着老婆孩子出门 就看到迎面而来的实验体 对方速度极快 以至于他们还没来得及跑起来 就被追上了 世事便是如此无常 另一处街道上 一个男人抱着孩子 一路奔跑着 拍打身旁经过车辆的窗户 求求你 把我的孩子带走 他很聪明 不跳尸 很好养的 车子里的人看了他一眼 车里一个男人没有说话 正当他想踩油门的时候 副驾驶的女人却打开了车窗 接过了男人手里的孩子 男人哭着感谢 可就在这时 不知从哪里冲出来几个人 竟通过那打开的车窗伸手进去 从里面打开了原本所死的车门 将女人和小孩都给拉扯下了车子 男人哭喊着抱起孩子 孩子却因为跌下车而摔得头破血流 好人坏人 老人年轻人 男人女人 这座壁垒忽然像是化作了一个巨大的修罗场 彻底地失去了志趣 任小素带着周盈雪狂奔在街道上 他们想要抢一辆车子 可车辆一开始走得比较快 但是等人潮拥挤起来 车子的速度还不如人类自己跑步的速度 甚至随时都会被其他人打主意 身后的李然等人紧紧跟着 一名便衣忽然开口吼道 往东走 只有东门没有被封住 其他地方都是出不去的 后面跟着的方志也说道 对 我们亲眼所见 只剩下东门没被封住了 任小素 往东门方向走 其实任小素原本也是这个打算 可是当身后便衣和方志吼起来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整座壁垒 只有东门还没被封死这件事情 其实壁垒人几乎都知道 但问题是 实验体也知道啊 这一次实验体工程 准备可谓是十分的充分了 如此聪明的敌人 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事情吗 只见任小素突然方向一转 我们往北走 西边是实验体 东边也可能有实验体 北方则是中原腹地 就算有援兵 也肯定是从北方来的 所以任小素选择往北走 可身后的便衣 听到任小素这么说就急了 怎么能往北走 你是不是傻 北门早就被混泥土封住了 往那边走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不同意 话刚说完 这个便衣看到任小素 理都没有理他 静止地继续朝北边跑去 任小素才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 爱他们去哪去哪 他只管带路 跟上的生 没跟上的死 只有这么简单而已 便衣看着任小素的背影 结果他发现 那位导演穆婉哥 立刻跟上任小素的脚步 李然也同样如此 这下子 所有人竟然都跟着任小素 往北边跑去 他也只能跟上 期间 任小素一直在前面开路 所有阻挡他们路线的障碍物 都被任小素给推到一边去 人群也被他毫不留情地分开了 这让后面跟着他逃命的人倍感轻松 而且这群人天天都有土豆吃 虽然不多 但体力要比其他壁垒居民好太多了 还没等他们跑到北边壁垒城墙呢 大家就看到 东边有居民开始往西边跑 正好与西边逃去那边的壁垒居民相撞 一条条街道全都给堵住了 就连李然都能明白 一定是东边也出现了实验体 不然东边的壁垒居民 是不会往这边跑的 只是他们应该与东边的实验体 还相距很远 所以视野里 根本看不到那恐怖的灰色身影 之前否定任小素的便衣不再说话 他明白任小素选择北方 一定不是偶然 对方提前就想到了这一步 这恐怕是周氏部队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堵塞的街道中 任小素依旧在不断地分开人群 往北边跑去 那些不知所措的居民 看到任小素他们往北边跑 竟然也跟着跑去 壁垒里的人流就像是浪潮 最前方的人小素 就像是这浪潮的浪尖 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是茫茫多的难民 某一刻 他有心想用蒸汽列车来载着这群人逃命 可是用完之后呢 用完之后 自己就要去面对火种公司无休止地追杀吗 任小素可不是什么圣人 他只管带着这群人走出一条生路来 至于身后的人能不能跟上 那就不是他能够考虑的事情了 快要抵达北边壁垒城墙的时候 周盈雪看着前方混凝土封堵的大门便是一阵绝望 这人类用来防备实验体的措施 竟然在这时候挡住了他们的活路 他转头刚想问自家老爷怎么办 然后就看到任小素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摸出四张扑克牌来 纸牌晃动间 他还能看到那是四个六 老爷咱们怎么出去啊 用炸弹炸开 老爷 你他妈不会是要用手里的四个六吧 第496集 今天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一天 之前跑在最前面的人小素 把他压箱底的四个六贴在墙上 然后转身跑开 轰隆一声 那壁垒封住的大门上 竟被硬生生炸出了一个大洞 周盈雪都惊呆了 这还真是炸弹 自家老爷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能力啊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 周盈雪知道自家老爷 能够变出奇怪的种子生产土豆 还有就是狙击枪用得很好 现在又开眼界了 任小素带头从墙壁上的窟窿钻了出去 墙壁因为还有地基存在的关系 墙壁之中 又有钢筋的承重结构 这点小爆破 还不会导致整面墙壁坍塌 实验体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过来 北方这边打开的缺口 似乎已经是整个壁垒里 仅剩的那条生路了 任小素当先朝外面跑去 周盈雪紧随其后 只是到了李然他们 好像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大批的难民挤在洞口 竟然李然等人完全动他不得 有人在洞口被挤住之后破口大骂 让别人都先让一让 不能有秩序地过去吗 而他自己 则仍旧不遗余力地往前挤着 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好用 礼貌和秩序 能有自己的命重要吗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破事 任小素和周盈雪身后 钻出墙壁洞口的人寥寥无几 全给卡在了洞口里了 洞口后面 还有大量的难民等着钻出壁垒 可这洞口堵着 谁也出不去 任小素根本没空理他们 如果这些人 因为这么点破事死了 那他觉得 这些人死得一点都不远 好在后面的人求生欲太强 硬是把这一坨堵着的人给踹了过去 人潮这才哗啦啦的 像是流水一样向外涌去 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 本来他以为这洞口会再次堵上的 但他发现 这些人忽然变得竟然有序了许多 他疑惑地再看了一眼 赫然看到老李和秦生两人守在洞口旁 组织难民撤离 这两人也是后来才跟上来的 跟着人群一起往北方拥来 但是他们没有想着自己逃跑 反倒留在洞口旁边垫后 紧接着 两人甚至向着追来的实验体迎了上去 好在追来的实验体并不多 两个人完全足以应付 这些入侵壁垒的实验体 怕是要有五六千 但分布在庞大的壁垒里 反而被分散了 一小缩实验体遇上两个骑士 那也只能是扑该的命 任小素摇摇头 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 大家各安天命吧 想到这里 任小素开始往荒野上逃去 狂奔的路上 李然因为崎岖不平的道路摔了一脚 只听他AO一声 方志和便衣军人们都停下了脚步 要背着李然继续逃命 任小素心说 这群人也不是那么没有良心 在这时候还能帮李然一把 也不枉李然和他们相识一场了 然而背着一百斤的重量跑在荒野上 就算是军人也有些扛不住 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 可跑起来就分分钟想要把李然给丢下了 就像是很多人很孝顺 一开始父母病倒在床上之后 他们还能坚持着照顾 擦屎擦尿 可时间久了之后 内心里就会觉得老人是个累赘 因为那时间积累中的痛苦 会打垮一个人 等出了壁垒 方智算了一下巡演团队出来的人数 让他难过的是 那些跟着他们走南闯北的工作人员 只剩下一半了 其余的一半 没人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壁垒 就这么跑了两个小时 等到开始走山路的时候 那几个负责轮流背负李然的便衣 就累得够呛了 膝盖都有点受不了这沉重的压力 山路不太好走了 任小素在一个小山头进行了短暂的休息 身后的人也跟着他停了下来 任小素爬到山顶 回头眺望着远处的七十四号壁垒 这个位置甚至还能看到壁垒的轮廓 只是已经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 老李和秦升已经追了上来 两人身上有伤 任小素给他们递了一瓶黑药 很好用 涂抹在伤口上很快就能痊愈了 两位骑士道谢 因为与实验体战斗的关系 他们的体力消耗极大 后面难民逃出来多少 不少了 不过剩下没逃出来的 恐怕凶多吉少了 就在此时 任小素像是感知到什么似的 豁然抬头 他看向壁垒的方向 其他人见他如此动作 也跟着朝壁垒看过去 只是一瞬间 那壁垒之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坠落当中 紧接着 一个奇怪却巨大的光点 开始扩散 整个壁垒 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激起了巨大的烟尘 弹指的功夫 无比浩荡的爆破 开始自内向外扩散 深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 将整座壁垒 都笼装在了一朵蘑菇云中 佩然难挡的气浪 向外扩散着 一圈透明的波浪 将整个壁垒的建筑 顷刻间化为积粉 那催枯拉小的一幕 像是有神明 忽然从天际降下神法 当那气浪扩散时 没有被他波及的地方 还是建筑原本的土灰色 而被他波及到的圆圈之内 尽是橙色的火焰 那遥远的火光 将山坡上已经逃出 很远的难民脸庞照护 哪怕隔着这么远 那气浪仍旧会将所有人的头发 衣服吹起 有些人甚至被气浪吹得向后倒去 任小素正正地问道 这是 何弹 脑里艰难地说道 连神明都害怕的人类武器 所有难民都呆滞了 饶使他们明白 那座壁垒里恐怕只剩下实验体 没有活人啊 但这摧毁一切的一幕 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撼且悲伤 那是他们生存了几十年的地方 那是家呀 任小素忽然想起杨小锦说过 这是人类难以掌握的武器 庆史壁垒中 庆义已经回到了军营 他站在庆诊身后确认道 准确打击目标 实验体应该全部被杀死了 单导最高飞行高度为47千米 最快速度为7.5千米 精度差不超过30米 这是实际测量数据 可是他面前的庆诊 始终背着双手 站在军营里望着天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庆义嘴角含笑说道 哥 你说的没错 实验体是只有小孩子 才会惧疤的东西 这下子实验体被一网打尽 我们没有后患了 庆诊慢慢转身 看向庆义说道 阿易啊 今天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一天 庆义慢慢沉默下来 她知道庆诊在想些什么 之前庆氏 早早就把消息传递给了周氏 就是希望周氏能够挡住实验体 让壁垒居民免遭生灵涂炭 但谁也没想到 周氏竟然一时半会儿 拿实验体没什么办法 因此 庆氏在74号壁垒的潜伏人员 也搭进去了 对方在确定74号壁垒告破 且无法挽回之后 立刻请求庆氏发射导弹 所以 这枚导弹炸死的不止是实验体 还有他们庆氏的人 庆义明白 非道万不得已 庆诊是绝对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的 要知道 就算当初和杨氏李氏的战争中 庆诊都没有动用这样的东西 庆诊拍了拍庆义的肩膀 准备战争吧 可我们拥有这样的武器 谁敢来打我们 正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的武器啊 言辞见 庆诊有些疲惫了 只是没人看到 那场惊世的爆炸之后 一个灰色的身影退入了山里 消失不见 74号壁垒彻底毁灭之后 难民看到家园被毁灭 悲伤归悲伤 但总归是不会有实验体 从壁垒里追出来 继续威胁着他们了 所有人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 不过老李和秦升 却催促着难民继续赶路 虽然他们距离74号壁垒很远了 而那颗核弹的当量 看样子并不大 但终究会有辐射影响过来 所以这逃难不能停 他们得去找周氏部队的援军 火种公司成员已经不见了 也不知道是死在了壁垒里 还是已经另外找了其他路逃生 这都不在老李和秦升的考虑范围 第497集 王富贵 老李清点了一下难民人数 大概是三千多人 要知道 整座壁垒当初可是有几十万人 车才跑出来三千多人 损失之惨重 难以估量 路上 任小素负责带路 而老李和秦升两人 则自告奋勇地去寻找食物 这俩人平时就经常在荒野上求生 对荒野是熟门熟路的 他们找到了一些野菜 甚至还打了许多猎物 但任小素看到这一幕便摇摇头 两个人能找到的食物 对于三千多人的队伍来说 简直是杯水车型 而且任小素对担心的还不是食物少 而是没法平均分配 若是不能平均分配 那还不如让所有难民都饿着肚子 老李和秦升找回食物来之后 把那些野菜优先给了妇女 而猎物之类的肉食 则烤好了切下来分给难民里的小孩 如人小素担心的那样 立马就有人冲出来问 他们的食物在哪 老李耐心解释道 我们两个人力有限 这样吧 我跟你们说下什么野菜可以吃 你们自己去荒野上摘 好吧 那些人见老李和秦升很好说话的样子 便得寸进尺 我没有认识野菜 万一摘到有毒的你负责 然后 老李和秦升就把这些人打了一顿 等到他们都躺到地上求饶之后 老李才拍了牌手上的灰 想吃就自己去摘 懂了吗 旁边的人小素都看乐了 他还真有点担心 这老李和秦升是个老好人 他已经知道 对方是歧视组织的成员了 这下倒是刷新了 人小素对歧视组织的看法 只是当天晚上 素赢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人小素正躺在篝火旁边 准备睡觉呢 李然忽然一蹶一拐地走到他身边 然后躺在他的背后 从背后抱住了他 李然轻声说道 你能保护我吗 今天便以猛轮流悲塔累得够呛 偶尔会说一些埋怨的话 让李然心里非常不好受 这种无助的时候 连方志也只会在一旁沉默 于是他想起了人小素 当最危急的时候 终究还是人小素 带着他们走出了一条生路来 人小素跑在队伍最前面 炸开壁垒大门的身影 是李然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只是这时候 刚等李然把话说完 旁边守夜的周盈雪 就把李然给提起来 走到一边去了 李然被周盈雪轻松地提到手上 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己 离人小素越来越远 周盈雪把李然放到自己身边 语重心长地说道 李然小姐 按照合同呢 是我保护你 我家老爷可没那个义务 而且他也有喜欢的人了 你不要这样 李然正正等 老 老爷 他虽然知道人小素 绝不是周盈雪的助理 但也没想到 这身份反差是如此之大 周盈雪不是超凡者吗 超凡者这种高高在上的人物 也能被别人收服成为丫鬟啊 此时人小素躺在篝祸旁边 并没有睡着 只是因为他有心事 就连李然从后面抱住他 都没让他注意力转移过去 这一刻 人小素在回忆着核弹爆炸的那一幕 这个世界 再变得越发危险了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那个可以屠神的武器 就将实验体毁灭殆尽 未来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武器 出现在其他壁垒 而自己那些失散的亲朋好友 会不会被这乱世波及 也不知道老王 严六元 小玉姐 王宇迟 江吴他们怎么样了 自己不在他们身边 他们有没有保护好自己 这一切都在人小素脑中盘旋 他越发急切地想要找到这些人 只有自己去保护他们 人小素才能放弃 就在此时 人小素看到旁边正有一个年轻人坐在篝火前 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一支笔 在急促地写着什么 人小素认识对方 这是希望传媒的记者 对方曾亲眼目睹老许斩杀实验体 希望传媒报纸里 老许的照片也是对方拍的 人小素坐起身来问道 你在写什么 那年轻记者说的 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记录成稿件 我的其他同事都已经殉职了 只有我亲历了这一幕 外界应该还不太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要把稿件写出来 回去交给总编 这是人类受难的一天 壁垒居民死亡人数一天就超过了二十万 所有人类都应该记住这一天 一旁老李和秦生两人沉默地听着 这路上老李和秦生知道 是人小素带着他们打开一条生路后 跟人小素也更加亲切了起来 而人小素看着这个希望传媒的记者 忽然想到 有一个方法 或许可以让自己借助希望传媒 来找到严六元他们 若是找到的话 自己也不用费劲巴拉的 想要利用安京寺了 此时 西北144壁垒外 四辆卡车正式向壁垒门口 等着四辆卡车停下来 一群人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个年轻的少年 对为首中年人喊道 富贵叔 你说的到底靠不靠谱啊 我怎么没看到 有商队在这里来往呢 王富贵拿卡车上的毛巾擦了把脸 笑道 还不相信你富贵叔的本事吗 咱拿积蓄买了这四辆二手卡车 装的可都是中原那边的好货 西南西北都见不到的 你别看这里破破烂烂的 但再过半年也试试 178要塞要打通和中原的交通命脉 这144壁垒 又是距离中原最近的壁垒 半年之后 这里一定会成为整个西北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问话的少年是王雨池 他本是江无的学生 只是几经巨大变故 又跟着王富贵在中原闯荡了几个月的事件 如今面向渐区成熟 这一路上大家没少吃苦 如今抵达144壁垒的时候 所有人都风尘仆仆的 在此期间 王雨池也展现了他的潜力 跟着王富贵学了不少东西 已经是王富贵的得力助手了 王富贵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们先到这里一步 和这178要塞的人打好关系 这就叫做抢占先机 别人可以等半年后通车 咱可不能等 任小素给咱们留下的积蓄不多了 万一以后见了小素 他一问咱手里还有多少家底 咱可不能丢人呢 王雨池忽然沉默了一下 咱们还能见到小素哥吗 王富贵愣了一下 笑道 肯定能啊 都说祸害一千年 他死不了 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好卖吗 当然了 你看啊 咱们往西北跑上 可是有优势的 你们几个身上 还有纳米机器人 咱还有江吴老师这个超凡者 寻常土匪拿咱们根本没办法 而且你们的女同学心灵手巧 她们编出来的首饰可好看了 中原早就流行的饰品 这西北的妇女们还没见过呢 肯定一眼就能喜欢上 说话间 王富贵跑到车厢后面 打开了乡试卡车后面的车窟 他对里面喊道 姑娘们 赶紧下车透透风 到急镇上了 富贵叔请你们吃点热乎饭 车厢里 江吴正带着四五个女学生 在闷头编手链 王富贵之前想直接找人进货来着 但大家都觉得 中原手链的进货价太坑人 对方见他们是流民 就故意抬价 后来江吴发现 这些手链的原材料并不贵 于是就自告奋勇说 咱们买原材料就好了 去西北的路上 可以由他们几个女孩 把手链加工出来 这样能省一大笔钱 其实这也是江吴想给几个女学生找点试作 毕竟大家现在同舟共计 连王宇迟他们都快速地成熟起来 队伍里就不该有人吃闲饭 时间久了 那些一直帮不上忙的女学生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现在 江吴也算是队伍里的主心骨之一了 一方面是督促学生们自学 另一方面是负责队伍内部的吃穿用度 还有一方面 则是用他的能力来保护这群人 第498集 你听过任小素这个人吗 以前 江吴的能力在这队伍里 并没有太多存在感 只因为任小素太强悍 让江吴的超凡能力没了用武之地 凡事都是任小素出面就给办好了 根本轮不着江吴出马 现在不一样了 王宇迟等人虽然有纳米机器人 但这玩意儿有能量限制 杀伤力也不够强悍 从中原到西北还是会遇到零星土匪的 但这些土匪遇到江吴 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就被几片花瓣给吓跑了 而且 当初要不是江吴用超凡能力 具现出来的梅汁拉住了大家 大家现在 指不定被洪水冲到了什么地方呢 所以 王富贵现在有事都和江吴商量一下 这一趟货里不光有手链 还有中原比较流行的化妆品 日用品 基本都是给女人用的 按照王富贵所说 别看女人挑东西斤斤计较 很多人不爱做女人生意 可事实上 女人的钱才最好赚 所以 他买这四辆二手卡车 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口红 护肤品 各种香味的护发素 口红这玩意儿 是个女人都得有 这玩意儿跟男人的烟一样 是刚需 而且中原那边的口红色号 可比西南西北多得多 看起来就洋气 王富贵要求 江吴他们几个好看的女儿啊 到了西北 天天必须用自家的口红 让其他女人看了就觉得心动 要知道 西南西北这边很多人 都还停留在使用红纸染嘴唇的水平 不是大家买不起 是西南西北这边发展重工业 这种日用品是很匮乏的 老王一眼就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 他都想好怎么宣传了 到了西北 他就找一堆报纸鼓吹鸡汤 什么男人爱不爱女人 就看他愿不愿意给心爱的女人 买中原的口红 王富贵本就是在西南开杂货铺的老板 经营那么多年能越干越好 当然是因为他擅长发现商机 发现客户的需求 当初西南113壁垒里的贵人 突然拿吃野味当身份的象征 也有王富贵鼓吹野味的一部分功劳 可人家178要塞能同意咱们这么卖东西吗 怕什么 我认识他们的司令张景林啊 说着 王富贵就先带着大家去吃饭 他敢带大家来西北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张景林 已经重新执掌178要塞了 整个西北又都是178要塞的领地 他以前在急镇上 好歹跟张景林也是熟人了 关系还不错 这会儿来西北 可不就是非常靠谱吗 吃完午饭 王富贵带着王雨池 静止地去找负责看管壁来的部队 上门之后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你们张司令的朋友 想要跟张司令叙叙旧 这种场面话 当然说得越大越好 这年头不会吹牛的人 做不成大生意 结果那部队里出来个军官 据说还是这144壁垒驻军的新团长 只见着团长和善地笑道 老哥 就算不认识司令 也能在西北做生意 老老实实缴税就行了 最近咱税也降下来了 保证你们有的赚 王富贵不死心 我真认识你们张司令啊 前天也有个人这么说呢 只是最后发现 对方就是想见张司令 双方并不认识 王富贵无语了 跟他一样提前来西北 做生意的行商 确实也有一些 但他们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假装熟人 已经被拆穿了 王宇迟在旁边乐了 富贵说 要不咱就踏实卖东西吧 人家司令 哪是咱想见就见的 而且人家不都说了吗 不管谁来都可以做生意 不用跟谁套近乎 你小孩子懂个屁 这做生意的 上面有人没人 会一样吗 忽然间 那团长问道 你们是从中原来的吗 王富贵愣了一下 那 当然是从中原来的 那你们在中原 听说过一个叫 任小素的人吗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小满 王富贵听到 张小满问的名字时 整个人都傻了 你问的谁 任小素啊 张小满随口问道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张小满原本是尖刀连连长 这和宗氏一仗打完之后 因为本身战功卓著的关系 又因为现在178要赛 占领了更多的地方 所以极缺人手 直接给张小满官升三级 成了驻扎144壁垒步兵团的团长 本来张小满寻思着 去跟老营长周应龙 嘚瑟嘚瑟呢 结果周应龙已经升了旅长 现在他驻扎在144壁垒 每天也没什么事情做 就是负责保护144壁垒的安全 顺带着 配合178要赛那边 过来的管理团队 来重新梳理一下 144的管理体系 进行新的人事人名 最后 178要赛 也确实如王富贵所料的那样 想把144壁垒 打造成整个西北 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张小满负责坐镇这里 后方也算放心了 可张小满 最近老觉得生活里缺点什么 他倒是官升三级了 可这一仗里最大的功臣 却离开了 按照张小满和焦小深 他们合计的意思 任小素指定是去中原了 所以他遇到王富贵 这个从中原来的行商 就随口问一问 想看看能不能得到点信息 看看任小素近来过得怎么样 可问题是 王富贵听到任小素这名字都惊了 这名字重名的可不多呀 他试探呢 您找这个任小素干嘛 王富贵生怕任小素 是在这边闯了什么祸 然后导致178要塞通缉他 不过王富贵转念一想 不对呀 任小素跟张景林的关系可是很好的 张景林绝对不会因为一点破事 就要通缉任小素 因为178要塞下达了保密条例的关系 外界根本不知道任小素 在宗室仪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只知道有个超凡者立了大功 还以一己之力打败了146壁垒的一个作战旅 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 张小满看了王富贵一眼笑道 老哥就别管我找他干什么了 算了 跟你多说也没必要 这时候 张小满忽然想起他们是有保密条例的 关于任小素的事情不能多说 以免外界怀疑 所以就打算回军营了 只是王富贵看着张小满说道 我认识任小素 王富贵觉得 这178要塞 有张景林和许贤楚两个人在 找任小素 大概率不是要为难任小素 所以他就赌了 而且他观察着张小满的表情 认为自己应该是赌对了 张小满已经激动了起来 你说你认识任小素 他现在在哪儿 王富贵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只不过之前一直是他带着我们生存的 后来因为被宗室袭击 导致我们失散了 他也被宗室暗算 我们亲眼看到他 被一根长矛洞穿了腹部 这下子张小满就更加激动了 这些话和任小素所说的都能对上呀 当初任小素来到178要塞的时候 不就是有伤在身 被王胜之和王胜音所救吗 任小素说自己跟宗室为敌 也是为了报仇 任小素也跟他们说过 战役结束之后 他要去寻找自己失散的亲朋好友 但张小满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会在这里 见到王富贵 不过张小满也很谨慎 他立马打电话给情报负责人王丰元 想要确认一些事情 毕竟任小素的事情在178要塞属于最高机密 万一眼前这个人是来刺探情报的呢 张小满得谨慎一点 电话刚打通 张小满这边把王富贵 王雨迟 江无他们的名字一说 尤其是江无这个超凡者的能力 独一无二 王丰元立马回复 不用调查了 是任小素要找的人 张小满激动地拉着王富贵等人进了军营 老哥 这是要见到亲人了呀 你不知道 当初打宗室的时候 我和任小素还是战友呢 他在我尖刀连 我是他连长 张小满激动地语无伦次 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大堆 只是说着说着他就发现 王富贵等人的眼圈都红了 第499集 寻找任小素要靠玄学 这段时间 王富贵老是安慰大家 任小素一定还活着 可有时候他这么说的时候 自己都不太喜 毕竟他们亲眼看到任小素被长毛冻穿 正常人挨那么一下 哪能活下去啊 再加上任小素受伤之后 又遇到洪水 这就更没有幸存的道理了 所以 他说任小素活着 是想给自己 给大家一个念想 流着一口气 撑着他们继续好好活下去 现在 他们忽然得知任小素真的还活着 而且亲手为大家报了仇 覆灭了宗室 这种感觉 揉杂在所有人胸口 像是吃了一整颗洋葱似的 又激动又想哭 而且张小满说 任小素当初打仗有多么不要命时 王富贵他们立马就明白 是因为任小素以为他们被宗室害了 所以含恨想要报仇 这打仗时 任小素有多不要命 就有多恨宗室 有多恨宗室 王富贵他们在任小素心里 就有多重要 那你们知道 他现在在哪儿吗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不知道 仗打完之后 他就消失了 我猜 他一定是去中原找你们了 话说到这里 王富贵扭头就往军营外面走去 一边走还一边对姜吴提鼓 咱们这就回中原 咱们这就回中原 他现在一定在中原 咱们去找他 姜吴跌跌头 嗯 咱们走 还没走两步呢 张小满就拉住了王富贵 他哭笑不得地说 哎 连我们都没找到他 你们怎么找啊 行了 来了西北 就是我们178要塞的贵宾 我们这边也会帮忙找他 起码知道他没事 你们就安心了不是吗 啊对了 你们来西北是干什么来着 哦 王富贵擦了擦眼角 我们来做生意 毕竟这么大一家的人 沈小素不在的时候 我得替他照顾好 张小满突然拍起胸脯 以后这144壁垒的生意 想做哪个就给我说 你从中原带东西来卖 然后带我们178要塞的矿 回中原 只要是这144壁垒的生意 没有你错不了的 有人问起来 就说是我张小满说的 王富贵愣了半天 你们那些矿太贵了 我们买不起 张小满又拍起胸脯 可以赦账 我说的 王富贵站在这午后的军营里 正午的阳光从头顶洒落 老王觉得 今天的阳光格外温暖 王富贵的本意是早点回中原去 毕竟任小素就在中原 他反倒跑来西北算怎么回事 而且老王很笃定 任小素去中原 肯定是去找他们的 所以他必须回去 只是张小满死活不让他走 硬把他们给安排在了军营里 还给准备了好菜和热水 说是隔几天再走也不迟 张小满说服王富贵的理由也很简单 中原那么大 我们178要塞的人 也在中原寻找任小素呢 我们那么多人 不比你壮运气强 你也不知道任小素 会出现在哪里呀 放心 我们找到他的把握还是挺大的 这话怎么讲 你们为什么就有把握找到他 你竟然和任小素是老朋友了 那许贤楚你认识不 不算认识 但我知道他是小素的好朋友 许贤楚能找到任小素吗 这一点王富贵不信 毕竟他们跟任小素的关系才最亲近啊 他们都不知道上哪儿找 许贤楚能知道 张小满压低了声音说道 老许给我们说 任小素走哪儿 壁垒就塌到哪儿 这不 中原南边有个74号壁垒 正被围困呢 说不定哪天就塌了 他怀疑任小素就在那儿 所以王丰元已经派人 在前往74号壁垒的路上了 说不定过几天就能找到 王富贵听这么一番话 简直目瞪口呆 何着你们靠的事儿玄学啊 神他妈任小素走哪儿 壁垒就塌到哪儿 王富贵仔细回忆了一下 哎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想了半天 王富贵都不知道 怎么反驳张小满的话 不过王富贵转念一想 178要塞找人 确实要比他们靠谱一些 索性在这里先等等消息 这时候 74号壁垒已经破灭的消息 还没传到西北 甚至整个联盟绝大多数人 都还不知道74号壁垒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那里的人都失联了 张小满拉着王富贵吃饭 紧接着就热情地 给王富贵安排货物 我们原本以为半年后才会开通与中原的贸易 不过我们也低估了航山们的热情 你这回去不能跑空车啊 不是浪费油钱吗 哎 这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第一次也不让你带太多 先给你准备几十吨绿化甲算了 王富贵听得一脸懵逼 他倒是知道绿化甲干嘛使的 这玩意儿用途很多 拉回去肯定是能卖钱的 事实上 大部分西北矿物拉回中原去 都可以直接卖给王氏 王氏打通商路的目的 也正是为了西北的矿藏 只是张小满一开口就是几十吨 王富贵都没法对这计量单位 形成什么概念啊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们就四辆二手卡车 张小满魂不在意 我给你找车 说着他就让秦务兵去喊人了 喊的人都是这壁垒的大户 各个公司老板 这些人曾经脱避在宗室下面 等到178要塞接管壁垒后 张景林说不要过多为难这些人 张小满他们一下子就心领神会了 不要过多的为难就是说 可以为难 别逼死就行了 所以张小满正准备找机会 拿捏这些大户呢 现在正好让这群人 给王富贵做做贡献 等几个大户来了之后 张小满直接开口接车 一借就是一个车队 装完绿化甲 如果还有多余的车 就再给王富贵装点镊矿 那几个大户虽然心疼 但也什么都不敢说 眼瞅着张小满带着部队 驻扎在144壁垒旁边 平日里掌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这简直就是他们的爸爸呀 不过到这里还不算完 张小满觉得王富贵 亲自去卖口红实在太辛苦了 索性就让这些大户 把王富贵从中原带来的货给吃下来 以后王富贵再从中原运东西回来 就可以直接卖给他们了 几个大户心中叫苦不迭 不过有些聪明人忽然意识到 这不会是张小满自己的脸财手段吧 这张小满可能是不好直接开口要钱 于是就用这种做生意的借口来盘剥他们 但这时候 只要是个聪明人都不会拒绝 甚至表面上还要积极响应 等这些大户走了以后 王富贵坐在军营里待了半生 他做了半辈子生意 还是头一次觉得做生意一点都不难 他带来的私车祸还没开始卖呢 就已经卖光了 不过老王也没把事情做绝 他给这些大户的价格比成本高一些 但没高得离谱 毕竟以后想要人家长久当自己的经销商 也得双赢呢是不是 老王并没有被眼前的一切迷住眼睛 他考虑的还是以后 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要知道 老王的心思已经转了起来 有这份关系在 他搞不好能成为这西北商路上 最硬气也最有实力的商人 这样一来 他们一大家子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了 特别好的内容 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 张小满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任小素 因为他是任小素 在苦苦寻找的亲朋好友 才会让他在178要塞的地盘上高人一等 原本老王就给王羽迟说 做生意得有关系 可老王自己都没想到 原来自己的关系这么赢 只是老王仍旧想不明白 任小素确实帮178要塞打了仗 但也不至于让张小满如此态度吧 几十万吨的绿化钢 说设就设了 张小满能有这么大的权力 这可是百来万的物资呀 就在王富贵想不明白的时候 焦小辰也正私下里问张小满 我说团长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真就设出去了 咱们不必这么做吧 你懂什么 张小满嘚瑟道 要么为啥我是团长 你只是副团长 焦小辰瞬间脸都黑了 他都想一脚踹在张小满身上 你倒是说说你的理由啊 张小满小争当 你没听老王说吗 他其实是任小素的掌柜 资产和钱都是要给任小素的 也就是说 这可都是给任小素赚的钱 如果任小素过来跟你开口说 要赦几十吨绿化钢 你能说不行 等任小素找到老王以后 发现自己在西北 有个这么大的产业 他能不回西北吗 咱就是要用这产业 先绑住老王他们 老王他们跑不了 任小素就跑不了 第五百集 我也是 焦小辰琢磨着 好像是有点道理啊 继续说 而且任小素回来了 搞不好再过个几年 就是咱178要赛的司令了 张小满神秘兮兮的嘀咕道 我前几天听老周说 在他们高层会议上 王丰元已经建议 加大寻找任小素的力度 希望能把他找回来 系统地学习一下军事指挥的知识 然后让他多熟悉熟悉 各个作战区利的情况 其他将领可都没有反对啊 没反对那就是默认了 焦小辰吸了一口冷气 系统地学习军事指挥知识 熟悉各个作战训练 什么样的军官才需要朝这个方向学啊 那他们不就是司令员吗 张小满乐呵呵笑道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各个将领也比较认可任小素的 不是说大家觉得 任小素现在就能去当司令了 而是认可他有这个潜力 认可他的实力 勇气 品格 能做到这一点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任小素几年 十几年后接任司令的一些障碍 都在宗室那一战里扫清了 哎 你想啊 咱们现在是在给下一任司令攒家当 你说值不值 可要是司令问起这批绿化甲 放心 要是能让任小素回来 司令估摸着 都愿意直接把这批绿化甲送给老王 而不是赦 此时 任小素他们已经重新继承 向着七十三号壁垒的方向前进 身后没有了实验体的威胁 这次逃难 其实并没有那么紧张了 夜里 周盈雪把李然拎走之后 两个人嘀嘀咕咕说了半晚上的话 似乎因为李然刚刚遭遇挫折 比较脆弱的关系 跟周盈雪说了好多的话 从幼儿园说到高中毕业 然后为什么出道当歌手 当歌手以后又经历过什么 俨然是把周盈雪当作倾诉对象了 而周盈雪也听得津津有味 甚至还询问李然 她是不是也能出道 到了早上任小素就发现 那些便衣不愿意再背李然 反倒是周盈雪把对方给背了起来 这次灾难之后 李然决定取消商业 这也就意味着周盈雪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 当李然把任务结束的事情告知安京寺 周盈雪这边的报酬也随之而来 只是安京寺在支付报酬之后 还希望从周盈雪这里 得到74号壁垒的具体情报 他们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盈雪看向任小素 能告诉他们吗 老爷 李然默默地听着 却没有说话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有钱干嘛不赚 这74号壁垒又不是我们炸的 于是周盈雪把74号壁垒 遭遇核弹的事情 给安京寺发送了过去 又是一百万到手 任小素心说 这安京寺真是有钱啊 一个消息就值一百万 你要知道 希望传媒这边 可是马上就会把这件事情前后经过 刊登出去的 他们这钱等于是白赚啊 前进的路上 希望传媒那位记者 一直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 经过一难民同意后 将难民逃难时的样子拍摄了下来 用作未来刊登稿件的配图 这种时候 任小素都躲开了 他倒是想过 自己要是上报纸了 肯定更容易找到亲朋好友 但那样 估摸着自己也危险了 老李跑来问任小素 壁垒里那朵小蘑菇云 是不是也是任小素弄出来的 他之前可是看到任小素 随手就炸开了壁垒城墙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炸的 但印象比较深刻 而且之前那蘑菇云 明显是超凡者所谓 所以就联想到了任小素身上 因为大家有过一面之缘的关系 这一路上两位骑士和任小素聊天的时间比较多 彼此都更加熟悉了起来 不过当老李温暖蘑菇云的时候 任小素直接装傻冲愣 自己的底牌 哪能随便让别人知道 是不是 虽然现在跟骑士比较熟了 但也没必要跟谁都掏心掏肺 当天下午的时候 难民终于迎来了周氏的支援部队 大家见到周氏部队 跟见到亲人一样 周氏部队也没让这些难民失望 直接用军用卡车把这些人给拉走了 另一部分周氏部队 则继续向着74号壁垒先进 被告知是核弹摧毁了74号壁垒之后 周氏部队并没有直接深入战场 而是放缓行进速度 等后方运防化服过来 难民们在车上争抢着周氏部队的单兵口粮 大家饿太久了 实在是扛不住了 忽然间 李然看着车内的方智 神小素和周英雪呢 还有李应允和秦升也不见了 方智也纳闷了 我记得他俩跟我们一起上车的 怎么不见了 李然转头望向卡车的车斗外面 那里只剩下渐行渐远的景色 这一路上他经历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以至于正经演出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 只记得那个少年带着人潮冲出壁垒的背影 当他想到 现在周英雪应该又跟着他那位老爷开始浪迹天涯之后 心中有些羡慕 还有些怅然若失 也许再有人遇到这俩人 任小素又会变成周英雪的助理吧 神秘且低调 李然只是不知道 他自己是否还有机会 接触那个神秘的世界 这一刻 他有点理解穆婉歌了 李然看了旁边的穆婉歌一眼 然后叹息道 唉 某一瞬间 我也很想做他的丫鬟 跟他去浪迹天涯 我也是 难民到了73号壁垒之后 并没有立刻被73号壁垒接纳 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辐射检查 周英雪等人在急阵上购买了新的车辆 直接奔向王室壁垒 并没有经过这样的检查 而希望传媒那位记者 则搭着他们的车前往洛城 三天之后 希望传媒的报纸 引起了整个壁垒联盟的轩然大波 这一天 希望传媒的报纸被一扫而光 各个壁垒都是如此 不得已 希望传媒再次加印了十多万份报纸 可还是不够 74号壁垒遭遇核弹的事情 甚至逐渐掩盖了实验体的影响 毕竟实验体已经死了 大家没有讨论实验体的必要 核弹才是新的威胁 而且曾经旧的时代与文明 就因为这种东西毁灭 现在它再次出现 人们很难不往坏的方向去联想 就像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不 更准确地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蛇咬 这是真的蛇呀 仅是一天时间 所有人都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 有人说这核弹是针对实验体的 又不是针对人类 为民除害也算是好事 但更多的人认为 这种东西不应该再投入武力使用 而且 万一74号壁垒还有幸存者呢 这不是把幸存者一起炸死了吗 更何况一枚核弹扔下去 整个74号壁垒 恐怕50年内都没法进入人类了吧 这种事情影响还是很大的 核弹的影响 甚至导致大家忽略了火种公司 在此之前 大家都是在声讨火种公司制造怪物的 人类就是如此的健忘 好了伤疤忘了疼 此时 所有人都想看看各个财团如何反应 毕竟这种东西 对财团的威胁才最大 就在其他财团还保持沉默的时候 王氏财团突然召开记者发布会 在这场记者发布会上 王氏直接将矛头指向庆氏 一边向庆氏发起抗议 另一边 则希望可以联合其他壁垒来与庆氏商谈 他们希望庆氏自己放弃核武器的继续研发 若不然 将采取制裁措施 人类的未来需要人类共同来守护 庆氏不该将自己变为人类的隐患 现在的人类壁垒联盟 已经太脆弱了 在这场风波里 最让希望传媒记者失望的事情是 他拍了大量的难民照片 想让大家多关注这场灾难本身 以及这些难民 可事实上 大家很快将难民的处境给遗忘了 这让记者有些难过 王氏将矛头指向庆氏之后 所有人都开始等待其他财团的反应 然而其他各方财团 忽然像是失声了一样 全都保持着沉默 有记者上门想要采访孔氏和周氏的高层 竟然全都被挡了回来 其实大家又他妈不傻 王氏突然跳出来也就跳出来了 你非要在记者面前烧上我们干嘛 人家真他妈有核弹呀 而且他们也想不明白 在明知道庆氏有核武器的情况下 王氏怎么敢就这么跳出来 不怕死吗 或者说 王氏还有其他的底气 如果没有底气的话 那王氏跳出来 就显得有点飙了 在这些问题想明白之前 他们只能保持沉默